哈囉 大家好 我是Mia 歡迎來到Mia的頻道 今天呢 是你們最喜歡的開箱影片 那今天要來開箱的東西呢 就是我在Facebee上面買的 這一大箱 那Facebee這個網站上面呢 有400多個日本的時尚品牌 超級無敵多選擇的 我逛的時候直接逛到 實在是太多選擇了 而且如果是現貨的話呢 最快一週內就會從日本直接發貨到台灣 然後就可以收到貨 而且它的價格呢 是與日本同步的 但是會因為日本的一些 就是貨幣的匯率有一些漲幅 它的運費就會稍稍比較高一點 因為它是從日本直接送來台灣 而且是商品的價格都是跟日本同步的 你買一次的話呢 運費是300塊 不限重量 所以買越多的話就是越划算 因為運費都是一樣的 可是這個運費又會比代購的 手續費還有價差 還要再更優惠 那我先用電腦給你們看一下 它官網大致上的頁面 點進來之後就是這樣 然後我是覺得它官網的版面很乾淨 然後滿一目了然的 就是不會在那邊按來按去 然後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跳到哪裡 首頁這裡就會有一個人氣商品的部分 然後有排名啊什麼的 所以如果是選擇困難症的人的話 就是會看一些它這個人氣商品推薦的部分 然後去看看有沒有自己喜歡的 然後旁邊有就是分品牌的跟分衣服類別的 就是有很多種分類方式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你今天想要用哪一種分類方式來逛FSB 那你點進去每一個啊 它這邊都會寫每一個尺寸有剩幾件 然後預計在幾天內可以出貨 我覺得這個功能非常棒 就是假如說我今天可能下禮拜我要去參加一個婚禮 那我要在上面買東西 可是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寄來就會蠻困擾的 那它這邊都有非常明白的跟你標示清楚 我覺得這個功能真的很棒 那我就直接來開箱囉 我這次買沒有買到非常多東西 但是我有買一雙鞋 首先是一件牛仔短褲 這一件牛仔短褲的話是GAS的 然後它就是一件蠻平凡的黑色牛仔褲 可是它有附一個這個腰帶 然後我覺得這個腰帶就是它的比較吸睛的特色 它是有一點那種麻花編織的感覺 然後後面這口袋上面有一個GAS的LOGO 它的彈性很大 那它這個腰帶的話是可以抽出來的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只想要單純這件黑色的褲子的話也是OK的 那穿上來的效果的話就是這樣 高度在我肚臍這邊還蠻短的 就是大概在屁股的下面一點點 然後它的這個皮帶 這個腰帶的話我覺得蠻酷的 因為它沒有做那種孔洞 但是因為它是這種麻花編織的 所以就直接把這個 直接插到它的那個縫縫裡面就好了 你就不會這裡有在一個一個洞一個一個洞的 我覺得穿這個褲子還蠻顯瘦 就是它不會把你的肉勒出來 彈性真的很好很大 喜歡 而且很像這種黑色褲子就超級百搭 它有加一個這個的話 夏天穿就會很好看 就有一點度假風的感覺 啊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就有適合穿去跳舞的時候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細節 這件很棒啊 它彈性超大 所以就是你要動或是盤腿做什麼 它都不會很拘束 你可以伸縮自如 好再來呢我們來拆一件上衣 但其實這一箱呢是我蠻久以前買的 所以它其實已經到很久了 我那個時候呢天氣還是很冷的時候 我就買一些強袖 像這個是毛衣 但是現在的天氣 根本就穿不到了 只能等明年了吧 但是這一件還蠻基礎的啦 就不會有什麼退不退流行的問題 麻花的真織毛衣 好那就是這件毛衣 我覺得這件毛衣就是很基礎 但是它的材質我覺得有一點雜膚 就是沒有那麼的輕膚 而且我自己皮膚上比較敏感的人 就穿這種比較刺的衣服的話 可能等一下這裡就會開始紅了 所以這件的話 裡面可能要再穿一些內搭 但是是好看的 就是它版型什麼的我覺得都不錯 可是它的材質 對我這種比較 皮膚比較敏感的人來說 會有一點點太刺激了 它穿起來就是這樣 比較寬寬鬆鬆的感覺 然後也可以穿一個下半身失踪的風格 再搭一個靴子就很好看 哇哦 不錯呦 再來擦下一件 我現在呢快要熱死了 所以我要趕快換換我原本的衣服 再來來開下一件牛仔褲 我買的這一件全版是長褲啦 因為我其實原本有一件 全白的牛仔長褲 但是因為它就是 我比較久以前買的 那件褲子就有一點太小了 所以我就買了一件新的 然後這也是GAS的 然後它後面還有一個這個 他們的LOGO 這裡還有一個皮 白皮的一個小標籤 我換好了 那這一件的話呢 它就是一件滿基礎的高腰白色牛仔褲 它的長度的話是在肚臍上面一點 穿起來呢我覺得非常的舒服 也是彈性很大 我們也可以穿它皮腿 應該可以的 但這一件的話呢 它的版型不是 就是闊腿褲 等一下這什麼說什麼姿勢 這件版型的話呢 它是 就是比較直筒一點的 然後對我來說會有一點點拖地 我穿上鞋之後呢 它就是剛好蓋住鞋 因為它是全白褲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 如果下雨天的話 之後還是不要穿出去 不然你的褲管呢 很可能就會 沾到一堆 雞雞乖乖的髒東西 我是160公分 穿上去的話 會像這樣 有一點小拖地 不過我自己是 蠻喜歡穿拖地褲的啦 所以這非常符合我的愛好 好 再來來看看下一件 又是一件牛仔長褲 因為這次過冬天 其實我就發現 我的長褲其實很少耶 所以我就 然後在逛Fansbee的時候 看到長褲就很心動 這一件的話呢 是這個 貓喜的 我在網路上面看起來 他穿 模特兒穿起來是低腰 然後 垮垮褲的那種效果 所以我不知道我穿起來 會是怎樣 我來試試看 跟你們說 這件褲子超級好看 褲管什麼這裡都很鬆 可是 腰這裡也是鬆的 但是屁股這裡會有一點點緊 屁股骨頭 那個骨盆這裡 會有一點緊 好好看喔 這一件 就 他跟我小便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 model穿的是低腰 可是我穿變中高腰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很好看 有一種那種美式復古的感覺 你們懂嗎 很像我要去唱那個 很好看 這個 然後他的顏色是那種 比較復古的 牛仔色 天生的牛仔色 然後他的車線的話呢 是做這種黃色的車線 所以 藍黃跳色就會比較有 就是復古的感覺啦 這件真的很好看 只是 這個屁股這裡稍微有一點點緊 讓我 可能坐的時候就會比較 拘束一點 不過我覺得很好看 我可以穿去跳舞 然後他的褲管就是那種 很寬 很闊腿的 再搭一個老爹鞋 就超好看 他也是有點拖地的 可是 上一件拖地 拖得更長 這一件就是 剛剛好 喜歡 好 再來開箱下一個 再來是 襪子 然後襪子的話呢 是 New Balance的 然後他是 兩雙一組的 一個是這種 海軍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白色的 這樣 然後是這種 中筒襪 喔 很好看 他這裡的話呢 有做這個 就是比較 學院風的那種感覺 然後也是做藍黃跳色的 然後有做這個就會很美 是校園風 然後印花就是 New Balance的字 好看嗎 這個顏色很顯 哇喔 但其實我對襪子沒有什麼 太高的要求啦 可是有的時候呢 你在穿搭的時候 襪子就會是 畫龍點睛的部分 就是你可能少了襪子 就會感覺你 缺少一點整體性 我當初會買這個 就是因為我喜歡這一雙 藍色 海軍藍的襪子 那他就是一定是兩件套 所以 就另外一套 欸另外一雙就是這個 白色的 比這個再短一點的 襪子 大概會落在腳踝 再高一點點的位置 然後他的印花的話呢 就是New Balance的logo 兩邊是不一樣的 所以假如說你今天想要這個 New Balance的 墨綠色的這個logo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穿在外面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裡面這個 藍綠刺繡的這個logo 那你就把這個穿在外面 所以他有兩種穿法 再來最後一個呢 我們就來開箱我的鞋子 這張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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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在FILA買的 我自己其實很喜歡穿FILA的鞋 我買的是一雙 呃 比較可愛一點的鞋 有一點帶橘粉調的鞋子 像他這個FILA刺繡 還有旁邊的這一個 都是有一點帶粉色的 鞋底這邊的話呢 也是有做這個點點設計的 有點像之前很流行的那種 環保材質會有的花樣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這雙就是蠻嫩的一雙鞋 你今天穿的比較可愛一點就可以配這雙鞋 它的這個鞋底這裡跟它的鞋帶是呼應的顏色 所以你不會覺得這裡單個跳開來色塊 鞋子裡面的話也是這種淡粉色 那FILA他們的size我覺得都做的比較大 像我平常可能穿37號的 我穿FILA都要穿到38半 所以如果你們要買FILA的鞋的話 要注意一下它的尺寸 或是你們可以去實體店面先量一下 你的那個腳的尺寸再來買 哇今天這個開箱是全套的耶 從衣服到褲子到襪子到鞋子 剛好我前陣子畫了一雙鞋 超好看 好看 那今天呢就是一個快樂開箱的影片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一件 Mausi的褲子 那這個牌子的話呢 他們的衣服風格整體就會偏比較復古一點 然後有一些是比較小性感的 而且我覺得FESB這個網站還不錯 因為它就是對於我們這種比較懶的人 或者是一些3C白痴的話 它的網頁介面都是還蠻清楚 然後蠻一目了然的 像是你這裡你隨便選一個 然後你就按它這裡按放入購物車 它就直接在你的購物車裡了 然後你就可以登入然後再買 現在還有開頭那個FT的新的支付系統 就只要你有手機號碼 你隨時都可以使用FT 然後先想後付 就是你可以先收到商品之後 再付錢就可以保證商品的品質認證啊 就不用擔心會被騙或是怎麼樣 就是有一個安全保證 然後如果你要在FESB上面呢 使用這個FT的支付系統的話呢 就只要在這裡會員專區確認支付方式 然後這裡選這個FT先想後付 你在FESB上面就可以用FT這個支付系統去付款 那只要你下載FT他們的軟體的話 就可以一目了然所有你的交易明細 那它的付款方式呢也非常的簡單 就可以透過收到那個SMS的簡訊 然後去便利商店或者是ATM 或者是網銀轉賬再繳費就都可以 所以支付方式也是蠻多樣 然後很方便的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你首次使用FT付費的話可以想九折的優惠 九折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支開箱的影片 那如果你們有去FESB上面逛一逛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們有買到什麼好康好物 然後他們的這一些牌子什麼的 來了之後呢品質都是非常好的 然後在FESB上面 你們也不用擔心買到什麼假貨或是什麼的 很有品質保證的一個購物網站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好喔 好喔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